高雄小港區凌晨驚傳槍響 大批員姐來到一戶民宅前 只見住家窗戶破裂 上面還留有一點血跡 附近住戶聽聞槍響也全都嚇壞了 帶您來聽一段目擊者怎麼說 看到他們大聲講話 然後後面我就聽到 啪啪啪的聲音 當下我還因為緊張 然後我想說要打電話報案 然後後面又再聽到 又再開第二次 原來黃姓男子是 林姓女子的房客 29號凌晨2點多 兩人到附近的海產店用餐 沒想到回到住屋處 被女子的前男友發現 雙方因此爆發激烈口角 黃姓男子19號情緒失控 進持空氣BB槍射擊 還用槍柄敲破窗戶 不過大量的玻璃碎片 也將男子的手臂化傷 當場血流如柱 隨即自行前往醫院就醫 事後警方也到醫院逮人 最後男子被醫毀損 以及違反社違法移送申辦